大家好 我是莫力芬芳 一个起心动念 都是未来果报的因 所谓万法违心照 一切境界无非是这念心所照作出来的结果 古德云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不要轻忽了生活中的任何细形 点点滴滴 都是未来成就的资良 今日和您分享三则发生在台湾大陆善友善报的真实故事 这位读者家乡在大陆边疆小镇 镇子虽然不大 但是却很干净 空气清新 他父亲在当地是远近文明的善人 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 时时为他人着想 他一生记得一书贵的日记 翻开来看 几乎都记录着如何帮助他人 体谅他人的难处 及反省自己每日可能伤害到别人的行为 那一年春天 村里有个农户老汉 家里小儿子得了重病 需要一笔钱 老汉便卖了家里唯一的小驴子 把钱寄给了儿子 但是没有了小驴 无法磨面卖萌 等于断了生活的经济来源 以至于到了断炊的地步 那时候贫困 普遍折磨着每个家庭 老汉即使外出讨饭 跑了几个村 也没要到一份像样的饭来 天色渐晚 老汉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 心想 不知要如何打发明天 此时他想烧点水喝 一些锅盖 里面竟然有满满的一锅鼠鼠 老汉顿时惊愣在那里 他揉揉眼睛 再仔细看看 那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呀 他站斗着双手捧起一把鼠鼠 双膝跪地连连磕起头来 啊 真是神仙来搭救我全家来了 后来才知道 父亲于心不忍 偷偷地去老汉家里放的 老汉当时已经六十多岁 他来到我家 见我家也在吃野菜 便扑通一声 跪在我父亲面前 喊了一声 恩人啊 便气不成声了 当时遭受干旱和黄灾 庄家人的日子真的好可怜 没多久 老汉的儿子就过世了 爸爸不忍心老汉 老年丧子 于是仔细帮着处理了后事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给遗体做了整容 等全部处理妥当后 天色已经黑了 这时候 突然天上电闪雷鸣 吓起了暴雨 为了回家 父亲飞快地奔跑着 谁知 雨越下越大 然后 看到不远处有一座破庙 据我父亲回忆 在当地 根本没有这类的建筑 父亲当时也没多想就进去了 想着 正好可避雨 等雨小一点再回家 当走进去一看 牌匾上的字 我父亲临终前还记忆犹新 赫然是 城隍庙三个字 当时 父亲想着避雨 就没多想 谁知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当时还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穿着白衣长袍 很好看的男子对他说 你救了我父亲 还为我料理后事 现在我还没有修为 待我修成时再回来护佑你 算是报恩 然后 我父亲就吓醒了 一睁眼 天晴了 雨也停了 但是 根本没有了那座城隍庙 后来 我家经历的太多 转为为安的事情 当时 我还小不懂 后来 我修行后才明白 这就是父亲一生的善行 换来的福报养 一生善良 一向身体康健的父亲 九十多岁时 寿终正寝 回想起爸爸离开时的场景 脸色特别好 气色红润 就算走了好一阵子 头都是热的 面相非常慈爱柔和 身上也是淡淡的香 后来朋友都说 你爸爸晚年长得跟南淮景先生 可真像样 而且 南淮景先生和爸爸 温和的神态也很相似 南淮景先生曾经说 这世上什么是速度最快的 是 念头 你念头一动就已经飞到月球 太空船还要飞几天了 爸爸起心动念都是善 所以 自然面相变得自在喜乐 这就是 心如莲花不着水 又如日月不住空 以下是发生在台湾台北市政府的一则真实故事 救狗一命死里逃生 台湾台北有一位读者最近写信给我 提供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因果故事 这一篇真人真事的经验再次证明了 一个人只要慈悲为怀 能够救助别人 甚至救一只动物 将来都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善果 现在仅将此信的内容摘引如下 我有一个好友许先生 目前也就是2015年服务于台北市政府 这位许先生服兵役时分发至大金门服役 当时他任职基层联队班长 有一天部队放假 当晚收假后他发现在联集合场旁边的一棵树下 竟然拴着一只小狗 他好奇前往一看 竟然发现这只狗眼泪直流 一直在悲鸣哭泣 他感到异常的惊异 因为他始终没有听过或看过狗会哭泣一次 过去他常听说牛很有灵性 牛在被人宰伤之前都会感知而流泪 但却不曾听过狗也会如此 由于这只狗悲悯之声甚为凄惨 令人听得非常难过 因此他就打听连上弟兄 此狗从何而来 结果才知道原来当天放假后 连上弟兄到金城 金城是金门最大的一个城市游玩 借有人卖狗 数人合资买下此狗带回连上 打算第二天将他宰杀烹吃 由于在金门 当地冬季天气寒冷 为了郁寒强生 很多弟兄常有吃狗肉的习惯 徐先生了解此事之后 为了拯救此狗 就与购买此狗的弟兄商量 终于以300元代价 将他买下自己来饲养 这只狗因而救免除了被斩杀的命运 经过半个月后 徐先生发现这只狗肚子越来越大 这时候他才了解 这只母狗在金城被人买回时 已经怀了小狗 他身自庆幸能够即使买下了这只狗 否则一旦被弟兄们杀了 则肚子里面的小狗毫无疑问的 都无法幸免一死 事后大约一个月的一天下午 徐先生率领全班的弟兄出勤务 在回城的路上 全班的弟兄呈纵对行进 平时徐先生身为班长 始终都是走在最前面 那一天不知何故 徐先生竟然让另一个弟兄走在前头 他是第二位 后来大家走到一个土丘 当第一个弟兄走上土丘上面的当儿 在金门对岸的军队 这时正好发射了一颗炮轩弹 大家都被这一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 惊骇不已 徐先生由于没有走在第一个 结果竟然奇迹似的逃过一劫 毫发无伤的保全了性命 文者无不泽泽称奇 几个月后 徐先生因公出差返台 在公务完成后便趁机返家醒亲 徐先生的母亲非常笃信佛教 见孩子远从前线军中回来 心中非常高兴 为了祈求孩子均与平安 次日便带徐先生至板桥的一处寺庙拜拜 并与其皈依之师父见面 徐先生为了担心 母亲害怕 因此始终不曾向母亲提起 不久前在金门所发生的惊险遭遇 他们母子与师父见面后 这位法师向徐先生端详了一会儿后 竟然突然很意外的说了一句话 你逃过了一大劫难呀 徐先生与其母亲听了以后非常震惊 这位法师接着又以徐徐的口吻问他 你是否救了一只狗 这时徐先生才不得不将前不久 在金门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大家 他表示在这次法师向他开示之前 他认为过去能够逢凶化吉化血为夷 平安保得一命 纯粹是一种侥幸巧合 他也始终没想到这件事 与他救了母狗有任何的关联 然而经过这位法师的指点和开示后 徐先生才顿时恍然大悟 随后也就立即归一三宝 古人云 上昌有好生之德 徐先生以一念之人不但救了一只猛狗及其胎中小狗的生命 为此种下了善因 结果居然在冥冥之中逃过了一个大劫 佛家言 心存善念 即是复原 这句话实在令人不得不相信呀 接下来是发生在大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 善举带来奇迹 白血病不治而遇 震惊一失 以下是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报道的一则真实故事 有位幼儿教师是单亲母亲 带着幼小的女儿一起生活 女儿五岁那年不幸患了白血病 只有做骨髓移植才能够挽救生命 否则花再多砸锅卖铁的钱也是枉然 妈妈想把自己的骨髓给女儿 结果幼师的骨髓与女儿并不相配 却反而与另一名白血病的七岁男孩相配呢 男孩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 带着孩子找到了幼师家 跪地求他捐髓救儿一命 这对于幼师而言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如果幼师在手术中出了什么意外 女儿怎么办 一家老小怎么办 但是幼师看到男孩惨白的面容 善然泪下便答应了 手术很顺利 男孩的父母为了感谢救命恩人 送了五万元钱给幼师 但幼师却说什么也不肯要 要留给小男孩治病 男孩父母感激涕铃 新闻报导后引起了很大回响 一些好心的市民自发性的给这位善良的母亲捐款 其间这位母亲还捐了两千元给一位来成立打工 父亲胃癌需要手术费的青年农民 让他父亲及时做了手术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尽管医院家人朋友四处求援 适合给女儿捐献骨髓的人始终没有找到 钱用完了 医生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了 幼师只好把女儿接回家 天天抱在怀里以泪洗脸 正当人才两空的阴影一步步紧逼之际 小女孩却一天天豪转起来 最后居然完全康复了 这件事又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血液病医学专家蜂拥而来 希望能够弄清楚白血病不治而遇的奥秘 但始终查不出原因 医学专家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奇迹 因为小女孩得的那种白血病 即便做了骨髓移植 也只有50%的生存率 这就是身处困境之中 一位柔弱善良的母亲的善觉 她用一颗纯善之心 无私的奉献出自己的血肉和钱财 援救他人 她的善举感天动地 慈悲的神佛看到了自会出手相助